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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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時間 看早上10點 今天比較晚 正常的 因為我 這幾天都 邪得很盡 所以我四節 五節 但是有兩個 我想 開頭的事件 Google 的行動 近來很有問題 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 很古怪地 他們的 總計數字 上個月出現過一次問題 確定了 但是這個月連環四天都沒有收入 突然間 我之前報告了 unusual traffic 那些unusual traffic 來自中國的 這些五毛觀眾 那一輪呢 我平衡德國 那幾天呢 剛剛就是我平衡德國 總理訪華的時候 那些unusual traffic 在德國總理訪華的時候 那些unusual traffic 那些unusual traffic 是不是有人喊貓 有公共想喊貓 不想被 在這裏搞事呢 想搞我的 如果去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很離譜 我還沒計算過 那些星期二得道那些 那些關聯的觀眾 我看到 為什麼我這裏會狂撐星期二得道 有關的觀眾 很簡單的 因為這裏很多觀眾呢 11月 有幾天呢 是突然間多了很多 新的 users youtube 因為 新的users 就是現在 被人剷掉那些星期二得道的觀眾 我覺得 youtube 差我一個交代 一定 另一方面就是 youtube 什麼時候剷掉那些 大漢有問題的 觀眾的那些channel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大好 四十幾萬人 那裏很多 那件事很離譜 我告訴你 好了 另一方面就是 抗中情 滑鼠亮亮 跟蹤那件事 其實北歐這幾年 我都遇到一些奇形怪狀的事情 ok 如果我就怎樣 當然就沒有去到抗中情的禁忌譜 香港警察情恐嚇他 但是有一個事情就是 如果要避免跟蹤 我覺得有一些 要留意telegram telegram有很多鬼 我告訴你 我基本上 我現在的telegram 我只是很 你看到我不會跟不認識的人 通訊 我知道那些是什麼事 你想一下 點新聞那裏 在telegram 有多少鬼都會知道 點新聞那班 哪是人來的 IT的要很小心 還有 有些所謂的朋友 會不會變了善人 這個要自己這樣 這個 這些東德的東西 看回前東德的東西 就要知道 當然我覺得 德國是要 抓在中國裏面那些 幫香港警察那些間諜 我覺得都要的 但是就不是 好像劉靖 他很屈我到這個地步 劉靖的老婆是香港警察來的 夠的 你是有責任交代你老婆身份 你一天不交代你老婆身份 你都是一個仆街 不要在這裡找抽議員來問過識非 好了 我講完一個開場白 這個 你看到樓市現在跌到這樣 中國和香港都開始托樓市 中國就 有中國的托法 香港就 你看到 這種地產文學 是 某程度上 是有以容許的 我看到蕭英 有以容許的 原因很簡單 盡快逼政府取消 樓市的壓招 即是他們會覺得 即是他們會覺得 就是樓市的壓招 沒有了 是會做個市好一點 都是會回光反照的 即是我都說 要回光反照 這樣就出貨 你要走資 人就乘機走去 我都是這樣說 我都是這樣說 你 你 由這個 鼓勵走資的角度 我都贊成 取消樓市的壓招 其實 等些人可以 怎樣 你有水魚就入貨 但問題是有多少水魚 即是你說到 即是玩到 連大都會都拿去抽水 有多少水魚可以抽呢 我就很懷疑 你想一下 當然你說 加興灣 劈了 其實 劈了 劈了三球 他說 實際上 這些標價 是還可以劈的 我告訴你 實際成交的時候 有時候 隨時 千四萬 買單 你知道 買 如果買過 有的人都知道 通常 這個標價 是有價格的 通常 很多時候都有價格 很多時候 千萬 就 齊頭 有時候 可能去到 1450 甚至 1440聲很難聽 可能1380 一砍就砍到1380 不想有個死字 但是為什麼會砍到這樣呢 不動產 我講過很多次 不動產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什麼 托不托事措施 不動產的基礎 很簡單 當地的環境 社會環境很重要 因為不動產的流動性是最低的 土地的流動性是很低 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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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嚴重 買磚頭就是這樣 因為 磚庭的流動性之低 除非你的社會環境極為穩定 可能你是不會買磚頭的 你說西方民主社會 你說二次大戰之後 我想二次大戰之後 頭十年的人 可能都未必會這麼買磚頭 因為你冷戰那個 背後那個熱戰的陰影 你不知會有熱戰的 但是很幸運 你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就會 很快就會 全球都是流視欣欣向榮 全球因為 因為全球的爛屋 rebuild 了 rebuild 了 bby boom bby boom 那些人生小孩 戰後就在狂生小孩 狂生小孩就有那個 牛羽的水口是這樣 但是那個 你無論如何 這個牛市是怎樣升都好 或者好像香港就是 這個七十年代 牛市是開始升 八十年代 中英談判之前跌了一個人 中英談判之前升了 就是因為那個 大家都相信那個國際條約 能夠guarantee那個 那個 你的資產的穩定性 這個是最重要 香港的牛市的那個 那個 欣欣向榮 由1997年到 2019年 那個 那個基礎是 中國充分尊重的國際條約 OK 中國牛市的欣欣向榮 是建基於 大家都覺得 就是這個改革開放 是不會倒退 會繼續向前進 就是只會更加自由 更加開放的環境 這些人才會投資 但是 好了 現在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香港這麼慘大 或者中國這麼慘大 香港這麼慘大 原因是很簡單的 為什麼那些人在香港走資 就是因為你李家超 大家看到 李家超都上得來 這是不是Policeman 我都說 這些人是死黑警 這些人是死黑警 都可以掌權的 我想問 那個國際條約 guarantee在哪裡 其實不在 所以正常人都會 走資賣樓 走人 拜拜 你的疫情就更加 不用說 疫情就更加覺得 香港會跟中國 是同一個好事 所以 那個社會環境 沒有基礎 如果不存在的時候 樓市就會不斷跌 因為樓市是最 制度信心 最敏感的 投資產品 因為你帶不走 帶不走 你只能夠 留在那裡買 如果你香港的 制度環境 是跟中國差不多 但是 我誰跟你買 我不會跟你買 同樣道理 你說中國 中國 你現在的樓市 托市的問題 OK 有樓市的問題 沒事的 你這個樓市問題 很簡單 你中國 你習近平 這樣搞政策 招迎直九 炒 樓不是拿來炒 是拿來住的 結果就搞到樓市 天翻地覆 你那些政策 越搞越來 最後結果就是 這樣啊 那不買樓 沒有啊 加上之前已經是 過 過度炒作 結果就 樓市大崩潰 如果 有些新的政策出台 誰信你呢 這個問題是 後面那天 沒有人相信習近平 我不是 為甚麼 你竟然炒了45% 是成機 我也是 股市 會有人射消息 乾炒 這些 你要出貨 你的大戶出貨 有些人居然相信這些 那你去買 那你去買 這樣而已 出貨 成機出貨 但是 那個不是爭氣有前景的事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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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就是 那個牛市 所以你說 香港牛市 這些 這麼膠的廣告 是很 現實的 反應 就是 整個 中 那個所謂中國 就是整個 就是 香港那個總體 那個牛市 是沒得玩的 真的沒得玩 怎麼可以玩 沒得玩 你加坑灣 是這麼說 沒得玩什麼 大都會 你知道他其實 加坑灣 是一個比較 優質的樓盤 都這樣 砍 你想想其他的樓盤 是什麼樣子 其實 不硬股 其他樓盤 會輸到什麼 不硬股 所以 我看的牛市 我看得很悲觀 當然 你要出貨就出貨 因為 因為 樓市的問題 要升 第一個方法 很多 那些藍絲 永遠都不明白 如果 香港的 2019年 在這個 逃犯條例之後 真的要落台 願意搞 在這個 區議會選舉 民主派大勝之後 減民主改革 如果你有民主改革的話 我想西方 願意withdraw制裁 你不是抓民主派 你是跟民主派的經驗 我給一個更大的支持 我不管 很多事情 土共 我不會給壓外經費 他們自身自滅 我不是減完善選舉制度 我可以說 樓市 怎麼會有走資 樓市還繼續升 應該正確 是不是 因為前景 明亮 大家更加敢買樓 原本不敢買樓 都會這樣 不是 你現在樓市大跌的真正原因 就是林鄭月娥和梁振英 這幫土共 藍絲 要怨 為什麼那些樓價跌 你自己 看回你自己投資 什麼產品先 老兵 樓這個東西 是要很講制度穩定的 樓其實 地產商也好 地產經紀也好 他們忘記了 那個制度穩定是怎樣的 當然是華人 有那個所謂的磚頭迷信 所以容易買 制度穩定一點 那些人都會買 2019年之後 信心崩潰 崩了一倍 然後你再玩 動態清零那些東西之後 就更加崩潰 然後 20代之後就跌入深淵 因為連中國的人都不相信制度 都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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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 你跟中國那個 走的形勢 有連動關係 為什麼中國人都走 中國人正在走 現在 你看到 中國的樓市都跌 因為有錢人可以走 怎麼會跟他們瘋癲 不要玩了 我跟他們共同呼籲 跟他們被割韭菜 是傻的 不會的 所以現在什麼牛市措施 基本上 都是沒有辦法 總體救市 如果要總體救市 只有一個方法 如果中國的情況 就是 擔憑民樂台就可以了 但是不可能 他已經定於一尊 香港 誰知道擔憑民樂台 要恢復至少 2019年之前的制度 這件事沒有可能 做不到的 香港的樓市會一路 會問到什麼時候呢 你問我 香港樓市 中國樓市 我已經不懂得看 你說香港樓市 什麼時候穩定 歸英就會穩定 因為歸英 很簡單 歸英大家有個制度 那個 相對安全的信心 歸英之後 大家會回來 歸英很多人都會回來 如果歸英的話 當然有少數人會覺得 香港已經適應 環境已經試過境遷 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也免得回來 有 已經適應了英國 或者適應了 另一個國家 安居樂業 但是有不少人會想回來 歸英的話 當然歸英之後 會找一個 我想歸英都是類似 歸英是有個宗主國幫你頂住國防外交的事情 外政的事情 你就不能夠期望 好像以前那樣 找一個英明的港督 好像彭定康那樣英明的過來 你一定要自己選 你這個議會全面民主派 你自己選個暴政司出來 即是外政的成敗 就一定是要 你是香港人自己負責的 問題就是 就算是這樣 都比現在穩定 你不會 你明明真俊華高民望 就不要真俊華 就要林鄭月娥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就知道政府是白卡的 其實2017年就要抓緊的 你問我 我2017年 我本來就不是這樣做的議民 這個也很好吃的 2017年那時候 我真的為了搞EVM 因為EVM 如果交易是順利 不斷有交易 會 會 其實 我是會得國 香港兩邊走的 假設是這樣的 假設是應該這樣的 我假設是一個做空中飛行的生活 但是最後就不是 最後 最後就怎樣 本來就怎樣 政府就為了 包庇皇冠車行 然後搞一下 就怎樣 就遇上大革命 遇上大革命就不用回來 大革命的情況下 是這樣 當然不是那些 劉政作故事 劉政作故事 我是一定會 老實講 如果不是香港沒有了法治 就怎樣 他就真是被人告誹謗 很可愛 我現在就是在海外 怎樣 跟一些IT公司 用法律的手段 去解決他那些老作言 他真的老作 熱狗 很多老作 熱狗 老作來誣人 黃毓民教開的 黃毓民一字排開 你教出全部都是 還要說很多人 黃毓民說自己教很多新聞系的弟子 我心想問 你教新聞系是教人老作的嗎 你教propaganda 混蛋 混蛋 這些叫做新聞系嗎 教 你教新聞系 就不會教這些弟子出來的 沒有的 現在你那個 整個樓市 江河日下 你一定要歸英之後才能夠解決 因為歸英之後的制度會相對穩定的 那大家就這樣買 而且歸英之後你肯定就算會上面發生什麼事 都有人幫香港人頂住 那我就回到以前戰後的情況 也沒有辦法 香港是沒有辦法的 香港要獨立的 除非你有新加坡人那種集體防衛的決心 除非你去到這個地步 但是沒有 這些是不能吹出來的 這些 你講港獨的那些 那些是不能夠吹的 這些 新加坡水源問題怎麼解決 其實水源問題 解決方法後面沒有 剛剛新加坡 國慶日的時候 馬來西亞裡面有坦克的時候 新加坡在國慶日 越冰 我給你一堆坦克 在外國買回來的 那時候馬來西亞被淘汰 哇 屌 為了保住這些水源 真的會找一些坦克上來 堆擠我 對 然後馬來西亞就不敢再 經常用水源問題來搞新加坡 你有沒有這個意志 你沒有這個意志 你沒有這個意志 你沒得說的 新加坡怎麼搞全民服役 那些 National Service那些 他後面有一個意志 維持自己獨立的意志 很重要 你沒有嘛 你沒有就沒得搞 所以 你說牛市穩定 你說中國牛市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他穩不穩定 但是你說 這個 香港牛市 香港牛市是看不到前景的 要看到前景 你說什麼時候會再升 開始再升 就是 香港歸英 但是香港歸英一定經歷過戰爭 基本上你要準備你的磚頭 變成一雙眼 你才有可能升職 那你沒有意思 沒有人這樣守著自己的層樓 說真的 這個就是香港 香港是 這個很悲良的 香港是很悲良的 你沒有辦法 這個 所以你說這個 加兇灣高位 砍三球 誰知道砍三球 砍多幾球都還有 你說砍到 剩下一千萬都還有 我告訴你 隨時選擇都不好 是剩下一半 七百幾萬 六百幾萬 七百幾萬 是很嚴重的損失 我告訴你 真的是很嚴重的 我告訴你 超過資產 香港銀行系統之後都會出市 但是你說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 有沒有辦法 這件事是 如果大家搞清楚 如果日後真的搞清楚 國內型的資產 那個流動性 和制度的關係 那我就會清醒 為什麼要明白 為什麼香港人會追求民主的重要性 但是很多藍絲 藍絲是一種很愚昧的動物 我恕我愚昧的 他們就是 政府說什麼都是對的 他們覺得 其實他們的鵝鵝很簡單 就是西瓜伊大邊 OK 哪個掌權就聽哪個 他就以為最安全 這些很典型中華人 事實上就不是的 事實上 社會主義鐵拳 第一個就打在他們身上 藍絲 其實熱狗都是藍絲的一種 我告訴你 熱狗不是黃的 熱狗從來都不是黃 熱狗是白黃 實藍 因為他們是僱傭兵 他們就說 我爭取不到民主 就加入老共 他們是這樣想的 他們 擊敗不了他們 就加入他們 政治陶寄分子 這班 年青的很多 年青的做議員 在理那種不行的 就變了很多 你正常事情都不行的 就去搞政治的很多 所以他們很喜歡說人家都不行 因為他們自己都不行 往往都是這樣的 這班旗子都是這樣的 但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大家我覺得 牛市托不托到 你覺得托到嗎 托不到 改變壓招 是會好些的 會回光反照 但是回光反照 那個人是給你出貨的 大戶出貨的 又出貨 跟著都是暗的 沒有得談 制動不行 就這麼簡單 好了 今晚第一次去到這裡 第二支 香港時間 十二點一點